你刚刚转正 今天就跟我说怀孕了 还告诉我是意外 你当我傻吗 白慧 媳妇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 我以为出什么状况了呢 没什么事吗 我刚刚开会 手机精英没听见 那那个架子事 醒了怎么样 你先去 你赶紧上去 跟媒介把这事说了 现在不见我上去跟他说 你上去说算怎么回事啊 不是 你看我都寸进多少天了 你就是不说 那怎说你什么情况 咱自己也没数吗 你办公室再几楼 我上去跟他说去 你别闹了 我自己去说还不行吗 那我教你的话 你就记住我了没有啊 媳妇 媳妇 别紧张啊 一会儿你先上去 实在不行你照顾我 我上去 咱是有理的 你再说这威姐 不是咱爸的关系吗 不看丧面还看否面呢 对不对 嗯 都收到综艺部消息了啊 都收到综艺部消息了啊 像我们的海边 不是空缺来缝 是接下来的一个大项目 现在呢 我们需要出人 去海岛跟进 有没有资格费用的 哇 这海边真好啊 要走我 我去 最好还是有经验的老员工啊 我去 有吗 威姐 我可以跟进 哦 可以呀 那你有经验 那这样 你这边要是人手不够的话 我这边再出一个人 跟你一块儿去 嗯 有没有 好好做功课啊 好 老员工 我去站在楼那儿吧 以往都不是这态度啊 之前不是最拼的吗 这话都已经听得以嘴边了 怎么不接呀 婶总 我可能 没有办法跟这个项目了 怎么了 我有一些个人的原因 需要请个假 请什么假啊 我 我怀孕了 想请半年假养胎 什么 我是意外怀孕 医生说我不适合做流产 所以也是没有办法 意外 你刚刚转正 今天就跟我说怀孕了 还告诉我是意外 你当我傻吗 白慧 我这段时间对你不错吧 你最好跟我好好说 我说的是实话 你要是不相信 我也没办法 你也不用在这儿跟我嘴硬 这种事情如果传出去的话 只要有脑子的人 都会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了 你这样是在自毁前程里 知道吗 转正以后 半年的工资也就几万块钱 你要为了这几万块钱 给自己的职业生要判死刑 你不相信 杨总 我向您道歉 对不起 您可能不知道 我在来面试雨果的时候 我之前投过十几份简历 每一次面试的时候都没有问题 但到最后 都是因为我留过两次产 他们担心我怀孕生孩子耽误时间 才没有要我 已经有一年了 我没有找到一个接受单位 如果我再找不到 我连我自己都养不活 更别说我的孩子 姚总 您试想一下 以您的标准 如果我当时说我想要孩子 那您还会同意我转正吗 我也想再多工作一段时间 但我这次能怀上这个孩子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医生已经跟我说过很多次 让我在家静养了 姚总 我这次是真的不能再出任何问题了 您能不能 能不能可怜可怜我 这件事 就算了 我这次来 我都没有 警察 这个是真的 你不可能 我怕你 你哎哟 你个人 你来 你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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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我可以按照你的要求给你嫁 大不了我被说一顿 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生气吗 我气的是你利用了我的信任 你是有一大堆利用 可是现在公司都吃紧 结了婚的女性找工作 她是比别人要难一些 怀孕生子 她的确也是一条红剑 一碰就炸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所有的女员工都像你这样 用这样的手段来骗取单位的合同 那单位在招聘的时候就会更加忌讳 其他人遇到的困难就会更多 毕竟公司是要盈利的 它不是一个慈善单位 你这样等于是把其他育林女性的路 都给堵死了呀 谢谢 我也是个孕妇 我怀孕时间比你还长 我很同情你的遭遇 我知道你很难 那你看看公司里面 这些姑娘们 哪个容易 刘晓欣 还在哺乳期 对吧 每天通勤时间三个多小时 坐地铁来回 自从她当了妈妈以后 她比以前更加努力 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身份地改变 埋怨过半句 还有阮堂 全请妈妈 只要交给她的任务 永远是保质保量完成 家里有任何困难 永远都是在努力地在克服 公司的这些姑娘们 不管她是未婚未育 还是 怀孕鸡 生产鸡甚至于哺乳鸡 她们挣的每一分钱 都是她们应得的 都是问心不愧的 这样啊 白慧 我给你一个选择 挺心肉质 你影运的事情 我帮你保密 职位我也给你留着 等你保胎结束 还可以继续回公司上班 可以吧 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吧 我愿意 就会变上班 你这样子 就会发现 为什么 让我回想 准备 无论 生年人 孔子 我 态